周遂生日过后 彤彤的生长发育情况越来越好 前不久长出了第一颗芽 如今又成功地迈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步 这些都让人本有些担忧的红心和张丹峰兴奋不已 妈妈帮你 妈妈帮你 你看这个是这样对着的 这样塞进去就行了 你自己弄吧 你自己弄吧 每天他玩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他自己特别喜欢 我们买的比较多的就是英文 因为人家说三岁前的小孩 你给他多听几种语言 他以后熟悉了 他随着这些语言的时候都会比较容易 随着彤彤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强 他的淘气指数也是直线攀升 小心丁丁丁 OK了 全部拿走了 我们现在家里只要他会到的地方或是不去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沾了一些东西了 其实你说撞到也会痛 但是没有 没沾的时候怎么严重 你走走 你小心 妈妈带你去一个地方玩好不好 带你去一个地方跌倒 都不痛的好不好 下午下班后 妈妈回家换衣服 因为不能让孕成看到自己 母子俩便在家中玩起了躲猫猫 担心孕成断奶期间营养跟不上 姥姥开始跟妈妈念起了自己的育儿经 我现在断奶断钱两个钱了 我晚上没哭了 三天三天大概差不多半个星期 断奶起码有营养要跟上 奶粉鱼汤胡桃汤 而这个时候的孕成又在做些什么呢 我看你胡桃默默地回去嘛 然后又看到刘亦生又不敢看 那时候心里是怎么感觉 那时候还是很想上去抱她一下 就是心里面还是 就是这几天都没跟她在一起嘛 心里还是就是很想她 惦记着她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偷偷地也要看一下她 毕竟还是就是 但是但是也没办法给我必须断奶 因为不下狠心的话就断不下来 所以有的时候也只能偷偷地看一下 就还是很想早一点回去吧 但愿我儿子能够争气 明天回去了然后就断掉了 妈妈在断奶的时候呢 你就提前得做一些准备 逐渐地让孩子对我的这个乳头啊 这种依恋感减缓 慢慢地是培养她一个 是为了吃奶 而不是拿乳头去哄孩子 其实不单是对孩子 其实对妈妈也是 因为妈妈也需要这样的一个 逐渐地断奶的过程 你突然地这么样地断奶 对妈妈的身体也不好 因为你足备断奶 你可能突然地要回奶 你就要吃药 那这样的话有一些乳汁 就可能会积聚到乳房里 所以我比较提倡是这种自然断奶方式 就是逐渐地 原来比如你一天喂五次乳乳 那这时候我开始喂四次 逐渐地慢慢慢慢地写 三次两次一点一点地